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那么有网友提醒了老兵一下 他们问 说老兵 我感觉这两天全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都在报道 所谓的中国的白色运动 即所谓的革命这件事情 那么他说四处反常必有妖 那么老兵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首先一个呢 他们这个媒体齐刷刷的来报道这件事情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个人感觉他要想把 当然一个是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 要当药犯子 替生物公司来谋取利益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个俄乌冲突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网友也说了 他说我感觉好像这个事情 报道我们这个事情 好像在掩盖俄乌西方的败退 没错 因为现在啊 这个俄罗斯今天又宣布在 顿巴斯地区的顿捷斯克 又是这个攻下了一个地方 而且呢 在他的边境地带 大量的轰杀机起飞 然后温压弹又开始规模的 这个北约他有点烫不牢了 今天啊 12月1号 是这个欧洲的欧盟主席 这个米歇尔 到中国来访问 那么他就是恳请习近平 对俄罗斯施加压力 施加影响力 不叫压力 施加影响力 就是一次好像 早点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 然后这个泽连斯基也说 几个月以后 结束战争 然后欧洲议会的主席 叫冯德莱恩 他呢也是 好像故意的说漏嘴 他说乌克兰这边 好像挂了十万人 就是军人挂了十万人 后来紧急呢 删掉 又说这个是 这个他说了 说话 说说错了 这一系列的事情 让我们看起来 好像美国现在要 放这个乌克兰了 为什么 共和党上来以后 共和党他们讲了 他们共和党 现在是当众议院的议长 对吧 麦卡锡 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美国众议院 就是负责审批 就是这些钞票 用到哪里去 他们要审批 要去监督的 所以说呢 这个现任的政府 民族的政府 通过乌克兰这边 把这个 把所谓的这个 支持乌克兰战争 这个费用 到底里面是 怎么一回事 可能要 不再支持了 或者说这种支持力度 要有时候下降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以我说 我们民族政线的网友 这个洞察力 也锻炼出来了 非常的准 米歇尔 出习近平运用 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访华 他12月1日 上午在北京联盟大会谈 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谈 米歇尔12月1日 出请习近平 运用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令俄罗斯在乌克兰文字上 尊重联合国宪章 米歇尔在记者会上表示 正如我们4月的 中欧峰会上所做的那样 我促请习近平 运用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来令俄罗斯尊重联合国宪章 据米歇尔指 会议议题 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及其后果 全球挑战 两内也全面地讨论 中欧双边关系 他12月1日 在推特上称 欧盟在世界上宣扬 其关注的事 以及其价值观 他指 对于中国唯一的出路是 开放的参与中欧 关系各个方面的事务 习近平与米歇尔会面时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 交换意见 新华社指 习近平阐出中方的原则立场 指出 中国有句古话 成本失火 让己赐鱼 他说通过政治方式 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最符合欧洲的利益了 最符合欧亚大陆各国 共同的利益 他称在当情形势下 要避免危机升级扩大 坚持劝河出台 管控危机外溢影响 警惕阵营对抗风险 他说 中方支持欧盟 加大斡旋调节 引领构建均衡 有效可持续性的 欧洲安全架构 而中方始终站在 和平一边 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 发挥建制作用 同时习近平也告诉他 中方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武器 装备 那么 这个欧盟呢 现在呢 真的是 没 没 就是说你之前你打 你还能够 用自己的这个脑本去打 现在这个脑本已经没有了 美国这边呢 又没有 不会给你什么马歇尔计划 大伙呢 基本上兜里都没钱了 支持不动了 这两天 波兰 已经不允许 乌克兰人 入境波兰 他在找些理由 不让乌克兰人过来 对吧 那你们这些事情做的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不让 乌克兰人过来呢 乌克兰人现在没有电 毛泽的野蛮轰炸 他没有电 没有水 没有这些物资 这么冷的天 你让他们怎么办 你波兰说不让他们过来 就不让他们过来 对吧 所以从大家知道 就网友的提醒 老兵就是会去了解 这些相关的这些讯息 这个波兰这边卡住 不让乌克兰人再过来 他们认为是欧盟一个负担 汤不劳 吃不消了 超负荷运 超负荷了 这是一个事情 欧盟的欧洲现在经济这么差 欧元区的通胀率在10%以上 欧盟主席只能到中国来 找习近平去说这件事情 对吧 到来 他们就说什么联合国宪章 这么冠冕堂皇的 这种话 我们再来看 现在呢 欧洲 不行的一个另外一个事情是这样的 英美法国总统 防美及开火 通胀削减法超激进 正在美国访问的法国总统 马克龙 在10月30日会见美国国会议员 英美30日指他当时之间 美国通胀削减法相关措施 对欧洲企业而言超级激进 是在以损害欧洲利益的方式 解决美国的问题 马克龙30日在美国国会 图书馆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 路透社10月30日称 一名一名的参加者对记者说 他在会面说 美国的通胀削减法 对欧洲企业来说是超级激进 新华社12月1日称 马克龙10月29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在一系列参观和会见活动后 定于12月1日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正式会谈 路透社30日称 马克龙起身前法方官员方法说 马克龙打算与美国就 通胀削减法所含其次性的补贴措施 当面对峙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欧洲是真的套不牢了 因为美国在吸欧洲的血 马克龙就 他因为欧洲里面 法国是政治地位最高的 对吧 你整个欧洲大陆 英国他也算欧洲 但英国他毕竟是昂煞 法国是代表整个欧洲 他是爱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对吧 他的政治地位非常高 那么他到美国去 当面跟拜登去对峙 去辱骂他 去屌他 这就是我说过 欧洲钱包里没钱了 怎么支持乌克兰这场账 对吧 你一没钱 一不一不一这个支持 就是吃紧啊 马上米歇尔们来中国 这个波兰嘛 就是把乌克兰的给卡了 你们到美国去跟美国去吵架 对吧 然后 大家看 他一不支持 支持力度一下子降下来 俄国防部 俄武装力量解放 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的 库尔九莫夫卡 报道说 由于俄罗斯军队的进攻行动 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 库尔九莫夫卡定居点 已经从乌克兰武装部队手中 全部解放 此前俄罗斯官部宣布 解放了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的 安德烈耶夫卡 别的哥罗夫卡和 佩尔谢特拉夫尼亚定居点 然后呢 梅德维杰夫 他也说 俄罗斯啊 就是最近 打得还是不错 已经呢 正在完成总统 向他打到这个任务的最终任务 基金任务 然后泽林斯基呢 说这个仗几个月之内要 打结束 当然 他的口吻是 乌克兰赢得胜利的口吻 但是他已经透露出一个时间点 他想几个月之内就解决 结束这个战斗 说明目前他也很刺激 欧洲很刺激 美国也很刺激 所以说当欧洲 对吧 你就会看到 欧盟的头 到中国来 是来求习近平的 去跟普京好好说一说 这个仗差不多了 马克龙代表欧洲 跟美国 拜登去吵架去 干架去 所以说 在这个背景之下 因为大家要知道 从今年二月份以来到现在 全球的主要的关注点 还是俄乌冲突 当然 没有前三个月 那么乐度大 但是整个西方呢 他这个 基本上俄乌的事 基本上也会占据 所有乐度的前三 那么 这双眼睛 全世界他们整个西方 对吧 他们报道的这个 这个频率 频次 是更高的 那么 需要去转移 人民群中的注意力 让大伙从俄乌冲突当中 把视线移开 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中国搞点事情 因为中国是他们头号敌的嘛 对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把这个事情引向中国 所以这个是 做这个事情在舆论引导上的 宣传的这个作用的核心要素 所以说 我非常感谢网友的提醒 说的是非常对 因为我这两天 因为在外面 搞这个支架拉力 比较辛苦 大山里面那个路 你副驾驶门一开 下面就是悬崖 所以说 这都是属于是非常惊险的事情 所以我这两天 新闻各方面 我不是干特别多 因为我也说过 前段时间 对吧 老兵这个 讲这个白子 革革命这个事情 其实 挺辛苦的 因为我白天赶路 晚上我马上就做 身心疲惫 身心疲惫 但这两天 稍微 也一样的 因为这个又是高原地区 这个呼吸各方面 比较费劲 这就是这种讲话 当然我本来 没有什么高反 对这一点 大家放心好了 那么 还有一件事情 又能着任这种观点 是什么事情 欧盟执委会主席 说六嘴 欧国军官死亡 连书曝光 官方集参成金了 欧盟执委会主席 方德莱恩 周三在一场会议中 为提议成立 专责法庭做讨论 却在致死中脱口而出 乌克兰自战争以来 遵循至少十万名军官 随即这段影片 在网络上疯传 官方第一时间 将片段删除并重po 并数字不准确 和因为上网人数 做回应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现在是去给他去 这个辟谣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也好 对吧 但是你脱口而出的东西 往往会让你觉得 好像像真的一样的 所以说呢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得到 对吧 他们太吃力了 太吃紧了 想要寻求转变了 很多这些事情 我们再树立一遍 在中国 挑动所谓的白色革命 全国各大媒体 头版头条 全是这个事情 把注意力从俄乌的本身 迅速地转移到 中国的这个事情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 到美国找拜登吵架 你在吸我血 然后这个欧盟的主席呢 到中国来 求新近平跟普京去说好话 俄罗斯那边呢 温压弹也上了 然后呢 好像是就往前推的 速度起来了 波兰呢 卡掉了乌克兰 泽林斯基说几个月 要才结束战斗 美国共和党又说 你不能这样子 你拜登政府不能这样子 随便便再给钱了 几个事件一串联 西方要从乌克兰要撤 要从乌克兰要撤 这个撤当然不一定说是 在党上马上就撤 但是从这个军事支持 过度开始转向政治支持 是这样子来玩的 这个点大家要看清楚 好吧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门来 希望您的订阅 谢谢各位 谢谢